出去之后还剩下很多很多 他就分了两大包 一包就拿来埋在曼谷有一间古塔下 埋在这个古塔下面 结果埋到很多年 在二十多年以前 那个古塔结果倒下来 因为政府要拿来做国家博物院 所以就移掉那个古塔 这些副牌就滚出来一大堆 很多人都拿着 每个人一大把一大把这样拿走 那些政府部门考古家还没有到来之前 已经给人家拿掉了很多很多的副牌 结果后来那些政府部门一来到 就不给人进去那边拿 把所有的副牌都放在博物院 直到现在博物院都还有这些副牌的存在 不过大多数的副牌出来都不漂亮 就好像我们面前所见到的 就是给泥土盖的满满 如果不拿来洗掉 根本看不到它的真面目 这些都是很模糊 根本看不到它真面目的副牌 这些都是刚刚从 那个塔里面倒出来的副牌呢 都是这样的 都是给那些沙 那些菇啊 都生到满满 所以他们大多数的人拿到这些副牌呢 都要用水洗 洗过后才能够看得清清楚楚 龙布泰鲁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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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都曾经来找他 给他医病 给他解降 给他做什么都可以 到后来这位师父呢 他认为他能够帮谁 他就帮尽量帮 所以连那些买万字票的 都来找他 看他讲什么 跟他求什么他都给 结果人家中了很多很多的万字票 中了很多钱 结果一传十传百 人越来越多 他认为这地方很不清净 就想要搬走 结果在一个晚上呢 忽然有一条大老虎 跑到他这边来 咬了这个石户 咬着他带他走 结果给那个老虎吃掉 隔天人家去找到 是他的尸体 满身都是血 人家就拿去火化 火化过后 就拿他的骨头 放在一个瓶子里面 给人家拜 拜了一年半之后呢 富兰间又有人看到 龙泡蓬泡这个人 还有 还坐在那个 那个大菩提树的树中间 人家就去找他 去问他 他只是笑笑而已 他的骨头 人家还在那边拜 不过他的 真正的身体呢 也还在那边 所以这个是一个谜 结果这个就是很奇怪的 一个师父 这位师父 他有几个徒弟 现在很出名 一个呢 是龙泡恩 这位是龙泡恩 就是刚才龙泡蓬泡的徒弟 现在这位师父面前的 他的福牌一尊是算百万 在辟吉 过世了很多很多年 另外一个高真 也是龙泡蓬泡的徒弟呢 就是龙泡塑瓦马卡姆套 在财纳 这个也是泰国里面 很厉害很厉害的师父 他的徒弟就是 泰国第五王 是这个师父的徒弟 同时那第五王呢 也拜刚才 那个龙泡恩 为师 然后接下来 另一个出名的师父呢 就是龙泡德 瓦农泡 也是龙泡蓬泡的徒弟之一 所以我们将可以想象到 龙泡泡洛古端这一派呢 他单单他的徒弟 都是泰国里面 数一数二的 然后他这个师父呢 的法术又几高强 直到现在 直到现在 每个人都还在那边拜 那边求 他们希望一生中 能够有一次 能够有缘分 跟龙泡泡洛古端见面 不过虽然泡洛古端的故事 到现在呢 已经是算 整千年 不过还有很多高真 直到现在 每年都有见到泡洛古端 有些人每年都亲手 供奉他夹杀 所以 这些都是一个谜 不过 谁有缘分呢 如果你真心真意 拜这位师父 相信说 有一天 你会有缘 能够跟他见面 他会有缘分的 我看不过 他会有缘分的